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料 有趣 有态度 大家好 欢迎收看评论 今天是2018年6月27日 星期三 欢迎收看评论 本期节目是录播 我们今天讲的话题是美欧贸易战升级 哈利摩托投降 然后人民币为何持续贬值 算是又相关又不相关的话题 首先我们讲一下美欧贸易战 我们知道最近讲了很多很多各大媒体 美中贸易战或者中美贸易战 这两个国家互相打嘴仗打了很久了 打了几个月 然后从7月6号开始 还没有多少天了 十多天不到 然后7月6号开始会是一个新的局面 两国互增对方500亿美元货值的产品 然后加征25%关税 是很厉害 现在对于两国的影响有多大 我们暂时还不是很清楚了 还得去观望 我们现在美欧贸易战的 已经有一个分晓了 这个分晓蛮有意思 我们知道美国在今年年初 对于进口到美国 所有国家进口到美国的钢铁 铝制品 铝财 然后增速高关税之外 以后有的国家是豁免的 但是欧盟目前来说是没有被豁免 但是欧盟他也不甘示弱 欧盟其实也是我们之前讲过 是美国的一个重要的贸易伙伴 是不是 他要对美国也实施报复行动 那个报复行动是什么 在昨天开始对于美国生产的 像佛罗里达的那个橙汁 然后像威斯康辛州生产的这个哈利摩托 然后还有一些酒制品 就是一个叫波本酒 然后大概这个金额出口到欧盟了 大概是多少 大概三十几亿美金吧 增速关税 然后关税幅度不小 其中这个哈利摩托 从之前的关税从6% 一下子跳到31% 这个哈利摩托简直要疯掉了 然后他们的股价 其实在过去的一年 其实波动就很大 然后里计下跌的可能接近20%了 是很厉害一个状况 然后他们就发表声明说 为了规避这个贸易战的这个关税的影响 他们准备把一些生产线迁出美国本土 然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发飙了 然后在那个他的推特上说 好像意思说这个哈利摩托背叛了 然后他要贸易对手要付出更大的代价 他还是实施他这个威慑 威慑战略吧 或者恐吓战略 他想去吓一下欧盟 看欧盟会不会就范 不管怎么说 这是一个新的状况 因为据哈利摩托自己的测算 他在欧盟每年的销量 销售摩托车销量是多少 大概4万辆 占他整个哈利整个集团的销售额的 大概六分之一 而且欧盟的市场是在节节攀升 那之前他们美国市场占的可能蛮大一部分 现在美国市场份额大概在下降 可能占他整个销售大概一半左右 所以欧盟是他比较成长比较好的一个市场 那一下子关税从百分之六上到百分之三十一 结果就是什么的 哈利摩托每一辆哈利摩托在欧洲的售价 然后欧盟的售价大概上升了2200美元 这个其实这个涨幅还是很大的 很多哈利摩托本来就卖的蛮贵的是吧 很多人可能觉得因为这个关税的上涨 售价的上涨可能影响他们那个购买决定 所以对哈利摩托的影响可以说是血伤加伤吧 是不是 据了解哈利摩托现在在海外 除了美国本土威斯康辛州一个主张工厂以外 他在全球还有其他像澳大利亚呀巴西呀 然后还有还有哪几个国家 印度啊泰国啊 他有几个主张工厂这样子 在中国没有 所以所以这次哈利说他要搬出美国本土的话 还没有说去哪里了 但是但是让特朗普脸上挂不住嘛 因为特朗普是一个他的目标 这是开打贸易战 全面开打贸易战 目的是让美国更强大 让就业机会留在美国嘛 那如果你这样开打的结果 你的自己美国哈利摩托是美国 引以自豪的这个制造业的本土的品牌 然后都要去把生产基地移到海外去的话 那不是本土的工作机会会流失吗 那对川普的打击和影响 其实大家可想而知是蛮严重的 而且几乎是一个打脸的行为了 而且只是只是欧盟这一刚开始 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有点有点出乎大家意料之外 因为哈利摩托他发表的证明里面 他会撤算 他说就这一次欧盟的这个报复 关税报复 让他们每年就是今年下半年了 会损失多少钱 3000到4500万美元这样子 这个损失是很现实的 这个损失你特朗普会补吗 美国政府会补吗 所以 我们讲说贸易战两败俱伤 美国跟欧盟之间 现在就可以看到这样子两败俱伤的一个局面已经出来了 下一步会怎么走 特朗普是通过谈判跟欧盟会达成一个协议呢 还是说大家各扛一阵子 不管怎么说 企业可能想法是不太一样 大家看到的是更现实的一个经济的效益 这个是无口后非的 跟爱不爱国没有关系 不能说哈利摩托不爱国 这个企业是美国的骄傲 对不对 当然爱国了 美国人都觉得非常自豪 每年都有十几万的量的销量 而且哈利摩托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留意美国一个退伍军人 Memoral Day 他们很喜欢这个哈利摩托的 在那个Memoral Day的时候 他们有很多全国各地的可能上百万人 然后骑着哈利摩托 然后聚集到首都华盛顿来悼念 就是为美国献身的这些战友们 这些军人们 我觉得哈利摩托真的是美国的一个象征 喜欢摩托车的人都知道哈利摩托 这个品牌的意义 对不对 它代表的不光只是制造业 这个利润 其实很多美国精神的内涵在里面 当然这是美欧贸易战 这个升级导致他们现在这个影响 是出乎大家意料之外 接下来会不会有其他的影响 我们一起去拭目以待好了 不管怎么说 美国这次我们讲的最多的是 跟中国调节贸易战 当然中国现在也是不甘示弱 认为说一定要回击 像欧盟一样 我可以告诉大家回击的 其实不光是美国和中国 欧盟和中国 其实印度 因为印度也 也在某些产品类别 也对美国也实施一个关税的报复 因为为什么呢 国家实力可能美国是唯一的一个超级大国 这是最强的 我们没有人否认这一点 但是国家除了实力的差别之外 我觉得很多时候也需要睁眼 像欧盟应该是一直是非常自信的一个 一个这样的一个经济体 然后各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组建 都有自己辉煌的历史 然后被美国这么一弄 他们很多人觉得 我觉得也是面子上也过不去吧 觉得我必须得强硬的回复 你觉得不公平吗 对不对 他们也觉得不公平 这样子大家就打起来了 就干起来了 其实很多古代的时候 历史上很多战争 也是因为这些事情引起 当然我们目前来说只是贸易战 不是军事战争 目前没有这种担忧 中国来说 也是为了面子去反击 当然中国情况跟欧盟情况不太一样 包括美国 他需要那个北美自由协定 他需要跟加拿大 然后还有墨西哥重新谈判 那墨西哥加拿大这两个国家 目前没有 还是说还愿意跟美国继续去谈判 并没有说很强烈的态度去反击 这样子还谈不上了 当然如果真的谈崩的话 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也不是很清楚 是不是 那就是有一个观点 就是包括我之前最初的时候 我也在跟美国的一些经济学在聊 如果美国是一心想制衡中国 如果说这次他想去打击中国 或者说借这个贸易战去打烊中国的影响力的话 按道理 按常规逻辑来说 他不应该同时去开辟多条战线 比如说他要跟欧盟去 对不对 他传统的盟友 然后去挑剧这种贸易争端 然后他们北美的大后方 对不对 他跟加拿大跟墨西哥之间 你都 那个北美自由协定都实行那么多年了 几十年了 特别是 至少是周边的两个伙伴 对不对 关系都处理得很好 然后他们的经济也 也肃益于这个北美自由协定 你突然一下子也把他们重新要求去谈判 你觉得不公平 觉得全世界都欠美国的 所以说 我当时一个疑惑 你如果真的是要针对中国的话 你就不应该同时去多条战线 同时开战了 是不是 这是正常的一个 一个逻辑 你可以集中精神 集中力量 需要盟友的支持 这样子 是不是 你的胜算不是更大吗 我当时是有这样一个疑惑 但是我在美国的这位 资深的一个经济学家 他跟我讲 他说 他说我可能还不太了解美国的实力 他认为说美国有这个实力 多条战线同时去 开战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说 我们看到跟中国这样 比较强硬 现在已经他的威胁 不光是说7月6号的500亿 后面还有4000亿美元在等着 等于总共4500亿美元的这种 这种威胁 是等着中国 是不是 中国当然到目前为止 我们看到中国官方也是非常之强硬 态度很强硬 那接下来会怎么走 我们一起去看看好了 我们先来看看这个美元 美元美元是指数是一直在上升 然后他现在一直在美元指数在95附近 他 我们看看国际上所有的货币对于美元的表现 其实欧元对于美元 大概在这段时间 他大概贬值了多少呢 因为美元指数很强 他贬值了大概2.9% 然后英镑贬值了2% 然后韩元大概贬值了4.5% 然后我们人民币其实贬到多少 至少也差不多贬到2%左右 然后最新我们在录这期节目的时候 在岸人民币的汇率是1美元对6.58 然后离岸的是6.59这样子 所以有人说 那个人民币为什么持续贬值 那个秦先生会不会就一直贬到底 这样子 在这里 希望我再讲一下人民币汇率 其实人民币这是贬值 是很正常的一个表现 只能说之前升值是不正常的 我还是强调这一点 在2017年 特朗普刚上任的第一年 然后特朗普政府之前一直在指责 美国政府在指责中国在操控人民币汇率 所以他咬着牙 他们反正谈成了一个地 不管是怎么样 人民币就在升值 升的差不多一年左右 从6.96 快6.96 对快1比7附近 又升到最低 差不多接近6.2这样子 这个是沉默接手 当然这个是两个国家背后 都有自己的小算盘 所以很难说谁有利 谁无利 利好或者利空 不管怎么说 现在中美贸易战开打之际 大家普遍的预期说 你互增关税 结果就是中国的 对于美国的外贸顺差 肯定是下降 一下降的话 对于中国来说 它的一个外汇储备的压力就很大 这样它对着汇率的支撑 肯定就是力度会力不从心 所以普遍预期说 人民币会有个贬值的预期 这是很正常的 所以说如果说我们看到人民币在升值 包括它国民 我一直强调很多次 它人民币的一个天量的供应 M2的那个无限的扩大 对不对 所以人民币升值反而是中国政府操纵的 明白我意思吗 它如果中国政府央行不刻意的去控制人民币的汇率的话 人民币正常的话就是渐进了贬值 或者正常的就在贬值 这样子 所以我们看到说从6.2 6.3 6.4 6.5 现在差不多6.6 后面可能如果人民币政府不去 不去操纵它汇率 自然的话 它可能就6.7 6.8 6.97 这样子 就是它不会突然一下子扁了很多 就正常的扁 对不对 是属于一个正常的价值的回归 扁值是正常 不扁值才不正常 但是呢 中国人民币我们知道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 就是给人一种感觉 对外是在升值 对内在扁值 老百姓其实也很痛苦 除了说去海外留学 当然有些资本出逃的人 对外升值它比较有利 还有一些出境购物 是不是 这些人来说对外升值比较好 但是扁值的时候 那个荷包就吃紧了 然后购买力 人民币购买力下降 他们会觉得很受伤 但是大家不要忘了 这个是 中国政府虽然没有采取措施 说让他们人民币去刻意的贬值 没有操纵它 但是呢 其实也是 怎么说呢 它乐于见到这样的一个局面 至少到目前为止是这样 人民币在贬值的时候 对于中国企业的出口 肯定是利好的 是不是 你出口 出口企业 你的那个 出口价格低了 你的市场竞争力 肯定会更强 而且这个不是政府在操纵的 这个价值是自然的一个回归 所以呢 有人算笔账说 你中美贸易战 对美国产品 对不对 你加征我25%关税 后面是加征10%关税 但是我的成本 因为汇率的变化 比如汇率的变化之后 它成本会下降 它可以有效的对冲 这种对中国 美国之间的贸易的影响 然后它的贸易顺差 不会一下子从3752 一下子跌到 比如说2000亿啊 或者怎么样 它可以有效的去对冲 这种风险 当然这个道理 我们都懂了 中国政府当然很清楚 那接下来就要看 我估计不出一个星期 如果继续人民币 这样贬值的话 比如说贬到6.6 6.7 6.8 我估计美国政府 又得跳出来 特朗普他又要在发推特 说啊 那个中国政府 你又耍无赖 你又在操控人民币汇率 你又 你又在让他人民币贬值 其实啊 这一点来说 中国政府可能只是说 他没有去操纵他升值 实际上他真的没有操纵他贬值 亲自认知 这样子 如果说人民币 像我上期 上几期节目 我讲到 中国政府如果激进一点的话呢 他可以 主动的去操控人民币 一次性大幅度贬值 直接贬个10% 这是我的 我的一个看法 我觉得中国央行内部 应该有人这么想 当然 我觉得这样子的话会杜绝一个什么呢 除了对对这个出口利好之外 这个大家都知道 会杜绝一些外逃 资本外逃 那这样你渐进的贬值 等于是 大家都会想着啊 我这个月是6.6 下个月6.7 再下个月6.8 他就想着把人民币资产尽快去逃离中国 这样子 这个是 当然中国政府会很强硬去去阻止 去试图去从各个地方去堵这个漏洞 但是呢 很难说你每个漏洞都堵得住 这起码你可能堵得住老百姓 普通老百姓 对不对 但是你堵那些大的财团 特别是一些外资企业 还是比较难的了 比如说像美国的这种外资企业 还有当然我们也看到 不光是美国的欧盟的 甚至 这是什么韩国的 对不对 日本的 他在中国的工厂 本来生成压力就很大 现在 他的盈利预期没有以前好 市场都发生很大变化 他的经营成本 他的一个运营能力 还有他的一个市场风险 他们都在综合评估之后 本来就应该 要撤资计划之后 两年后离开中国市场了 然后你一下子 这个人民币如果汇率这么变 他可能想 我早点 早点把测资 早点把那个钱 转出来 那我不是损失更小吗 或者说 也可以避免更大的损失 是不是 所以会加速他们的一个撤离 他们越早撤离 他们数益越高 然后撤离的损失越小 成本越低 如果说你一下子 大幅度的 由政府来操作 大幅度的贬值10%的话 他们一下子觉得可能说 反正已经贬了那么多了 你也不急着一时去贬出去 一时去离开 可能反而阻止资本外逃 会有一定积极的影响 这是这是我的一个判断 所以中国政府会不会采取这种激进的 让人民币大幅度贬值 那取决于他们自己的一个权衡 然后还有基于说中美贸易战的一个 谈的一个程度 如果我想真的是谈崩掉的话 大家都互相互相威胁 互相干仗起来的话 那可能也顾不了那么多 那你批评我就批评 他肯定也不care 但是如果说相对比较温和 大家还能谈一谈的话 可能就暂时就是这样子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让人民币就每天扁一点 每天扁一点 其实扁的幅度还是很大的 每天大概有几百个基点 像这么下去的话 我估计我刚才说的 付出一个星期 特朗普估计又要发飙了 anyway就是 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 这个中美贸易战 其实影响可能会 会是比较长远 而且不会说 短期历就彻底结束了 就大家言归于好了 我个人估计是打打停停 估计至少在两三年的时间 所以两三年之后 可能才是一个 我们叫彻底的摊牌 像有人在讲说 美国跟中国之间 一个贸易战和美国跟欧盟 比如说跟加拿大跟墨西哥 是不太一样的 美国跟中国之间 所谓是敌我矛盾 然后是 他们跟欧盟加拿大 所谓逆步矛盾 是这样子 是有点不一样 我觉得我们的观众朋友 我们的公众 其实很聪明 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性 当然特朗普这个人 一向是不按常理出牌 这个人到底是 深藏公与民 是真的是下一盘很大的棋 像未来指导中美关系 三十年的棋 还是说 就是像过巴影 然后我觉得自己很牛 然后呢 反正要为美国老百姓 争取一些权益 要让美国制造业更加强大 大家工作机会很多 其实美国现在失业率低于4% 你再多制造 那个订单估计也做不过来了 我个人一种想法 不管怎么说 其实不是特朗普牛 真的特朗普一点都不牛 我没有觉得他牛 牛的是谁 牛的是美国这个国家牛 是美国的老百姓 有三亿多的老百姓 然后这个国家非常有创造力 非常有竞争力 同时这个市场非常强劲 非常大 他有强大的一个消费能力 可以说是整个世界经济 当之无愧的引擎 领头羊 这是牛的 特朗普是站在美国这个 这个民主国家的这个上面的一个代表而已 所以换成另外一个总统一样很牛 你想说很牛气的话 做很牛气的事呢 都能做得到 所以人贵有自知之民嘛 对不对 特朗普先生制造的这个贸易冲突 我们一起去持续去观察 我们希望说各国老百姓都不要受到太大的影响 你政府之间你冲突也好 动荡也好 变化也好 可能我们没法控制 希望说对我们普通老百姓的影响会少一点 就好像特朗普的初衷是很好 但是实际上结果就是 你像这个哈利摩托这个 这个 他的遭遇吧 直接的损失 对不对 他们可能之前是没有想到的 以为说啊 这个加税的大棒打出去之后 别人都不敢还手 但实际上这个世界的经济 已经是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这种影响 相互的影响 其实是比我们看到的 或者想象的更加深远 包括我们之前讲的这个中美贸易战 对不对 虽然看起来表面素质说 美国的贸易逆差很多 但实际上美国的企业在 中美贸易的过程中 中美两国的交往中 中美两国的相互投资过程中 其实输货远远比 看起来数字的那样大很多 这样子 很多数据 其实可能也没有统计在里面 当然我们看到最新的消息 说美国对于中国的投资啊 然后设设了很多限制 禁止他们去投资啊 这样子 最新的一些一些数据 马上又有他们的商务部长 然后说 我们这个对于投资限制 不光是针对中国 是针对所有国家 不管怎么说 中美贸易战也好 或者说美欧贸易战也好 这个冲突是在继续 然后故事在上演 然后我们又在美国华盛顿 然后是美国其实是这场 整个贸易全球贸易冲突嘛 如果再打得更厉害一点 是一个中心风暴的中心啊 我们一起来关注啊 每一个进展 然后一起在我们接下来评论的节目中 跟大家一起去分享去讨论啊 然后我们观众朋友可以和我一起思考 我们每个个体 每个企业 然后如何在这样的一个变化中呢 不确定性的一个未来的趋势中里面呢 然后啊 或许我们应当有了一个权益或者利益 这样子 谢谢大家收看本期的一个评论 然后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在我们屏幕的啊 下方是有我的一个推特账号 大家可以看到啊 啊 如果有推特账户的朋友欢迎follow我 然后也欢迎在推特上公开的互动 其实在那个脸书 Facebook 还有Instagram 这两个社交媒体里面 我都是啊 伪评情 大家用 search搜索一下 那个 就是我的账号 W E I P I N G Q I N 应该很容易搜索到我 好吗 其中脸书里面可能是有一个 有一个茂名的假账号 大家不要关注 不要关注错了 啊 可以跟我确认一下 啊 谢谢大家的支持 谢谢谢谢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另外啊 如果需要啊 购买这个中美啊 危机啊 中国危机路线图和中国危机大逃亡的朋友 啊 可以直接在那个Google Play在线购买 很方便 啊 然后如果说你不能使用 Google Payport 或者说 Google Play去购买的话 你可以 发邮件给我 啊 W E I P I N G Q I N 1980 at gmail.com呢 然后我们助理会告诉大家 啊 特别是在中国国内如何去安全的支付 然后购买啊 这两本电子书 啊 谢谢大家支持 谢谢 我们评论啊 第三季呢 是啊 只讲财经 大家知道 只讲我们啊 利益密切相关的事情 然后呢 每天是啊 一期节目 周一到周五 啊 欢迎大家锁定评论YouTube频道 啊 谢谢大家支持 谢谢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 从华盛顿出发 一起探秘财经新世界 评论 有料 有趣 有态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